RG-3770 哈囉 我是馬蹄 很榮幸可以加入Ibanez 成為Ibanez的2014年的代言人 那我使用的這把吉他是RG-3770 就是一把很好速彈的琴 那它的配備對我來說 也就是算是我夢想中的Metal琴 就是24格然後雙單雙的Dimazio的使用器 配上大搖座 然後最重要是紅色的吉他 我一直很喜歡紅色的吉他 所以這個是我一把我夢寐以求的吉他 它在手感上面就是它的這個內殼很薄 比我之前所有使用過的吉他都還好 彈速彈會感覺自己會變得很強 很容易可以彈很快 然後它的這個Thread輕輕的碰到就可以彈出音樂 這把琴的搖座很特別 它這個調彈簧非常好 你只要把六角玩手 然後從這個洞放進去 然後它這邊就可以往前往後 然後往前就是轉緊 然後往後就是放鬆 放鬆的話對你飛拳抖音會比較好發揮 就來說很好用 因為我蠻常會調整這個 而且就不用把這個蓋起來 然後它的搖桿是直接放進去的 這邊進去卡住 直接就可以卡住 然後它在搖的時候 它搖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空隙 搖得很紮實 好 那介紹一下這個實音器 它是Dimachio的Aeronaut 然後它前段的聲音 我覺得很紮實 中頻很多 那第一段的聲音就是很標準的那種 雙線圈的那種聲音 那到第二段的話 會變得很脆 這個我覺得蠻好用的 第二段 變得很脆 本來是這樣子的感覺 到第二段 你要刷比較clean的音色的話 可以切到第二段 然後分解和弦也是 第一段的話可能就會太多 到這邊的話比較脆 所以在樂團裡面比較不會蓋到主唱 然後比較適合伴奏的部分 那第三段也是很適合伴奏 基本上就是clean tone的時候 我是使用前三段 破音的場合之下 我會用一跟五段 然後兩段來做切換 那solo我在彈一些 picking跟sweep的時候 我會使用前段 然後到比較core的時候 就開到後段 然後一些推弦 五聲音階的leak 用後段彈 然後picking的時候 我就會放到前段 然後picking的時候